好 再来看到高速公路旁 一辆百万轿车不断串出 浓浓烈火 车头都已经陷入火海 但一旁持续还有车辆经过 民众赶紧把这惊险一瞬间 给排了下来 提醒路过驾驶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画面 这起大火就发生在 国道1号岗山340公里路段 当时小轿车不知道什么原因 烧起大火 甚至整台车一度陷入火海 警销人员到场 也赶紧放下三脚锥 缩减一线车道立即扑灭火势 就怕会波及路过的汽车驾驶 也好险当时火烧车驾驶 及时逃离 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而是逢周休假日 大批游客与明日上班车潮 都要返家 造成岗山路段塞车 绵延两三公里 不过目前火势已经解除 以上是最新为您掌握到 火烧车意外 把时间镜头交换给棚内主播